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做螃蟹是跟水槽跑的 早的话 以前六点我就出门 那么车的话有时候下午三点我才出门 看水槽 每天啊 以前有补育的时候我要整理我的衣碗 我要洗衣服 我要煮饭 海上服务偶尔也坏 我要修理 他在钓鱼 我去卖螃蟹 就碰到了 他就跟他爸爸讲他要学螃蟹 要我叫 他爸爸问我 我就说可以啦 我跟他爸爸讲嘛 家里选最旧的衣服 而且最好是残库 因为红树林里面有很多蚊子 当然啦 现在我带他走 有些地方我也不敢带 有些地方死很多 一定要跟我走一段时间 因为他现在太小 我看要多一两年 而且他也蛮乖的啦 尽可能保留吧 像这种甘崩的地方 这里好像剩下 这是最后一个 已经没有了 这边如果发展了 新加坡就没有乡村了 到城市去住 很辛苦啊 又热 又不知道要去哪里 这种甘崩外面的人来的 他不懂走哪里 反而我很多地方可以走 我可以到山里面找椰果啦 有榴莲季节 我可以进山去找榴莲 山里面你有兴趣的话 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的 有些人没兴趣 他看的 你跟他讲的 他也没有兴趣听 你要对这些 山里面的花草有兴趣 树木 增逐木 这些小点子 有点痕 不够 有点兴趣 那种辅法 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 有点兴趣